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這一節台式新聞 全球現場 台南加里區竟然有一輛轎車 疑似為了耍帥把馬路當舞台上演了甩尾動作 當時這輛灰色轎車趁著紅燈滑行到路中央 甩尾數圈之後揚長而去 不但發出噪音吵到了附近居民 更讓當時在停等紅燈的用路人看傻了眼 警方表示目前已經通知車主盜案 要釐清駕駛的身份之後 會將他依公共危險罪嫌移送法辦 一旦轎車無視紅燈緩慢滑行到路中 原以為單純想過馬路 沒想到下一秒駕車竟開始原地甩尾化圈 就算綠燈亮了已久渾然忘我 直到現場演武彌漫 轎車才揚長而去 重回現場地上還殘留明顯的甩尾胎痕 讓附近居民痛批沒功德心 會影響到其他用務人的駕駛人的安全 我覺得這樣子行為不可取 沒有功德心影響人家的睡眠跟休息 這個東西如果要耍帥 覺得可以到專業的場所裡面去 釋放在台南嘉里區中校和假習路口 而4號晚間7點多 一台轎車疑似為了耍帥 在路中上野甩尾 嚇壞其他用路人 而危險行為其實已經出法 以通知車主大案說明了解狀況 涉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3條 危險駕駛群遞高法 及刑法第185條 公共危險依法偵辦 警方表示只要車主到案說明駕駛身份 就會移送法辦 只能說因為意識好玩大肆甩尾 把馬路當舞台無視他人安全 如今還是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更大的代價 就好不齊台南差不多